大家好,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布15号上午11时左右发现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等四艘舰艇编队南下太平洋 16号通过了宫古海峡驶向太平洋方向,其中也包括进行了舰载直升机的起降训练 这一次解放军出动了辽宁号,悬号是16,05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号,悬号101 054A型导弹汇舰日照号,悬号598,901型综合补给舰呼伦虎号,悬号901 原为是965,悬号是965 再加上14号单独通过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的052D导弹驱逐舰下门号,悬号是154 现在看解放军的辽宁号的航母编队突破了第一岛链 再次进入太平洋进行演训 辽宁舰突破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 水下是有多艘中国的核潜艇跟随辽宁舰一起进入太平洋 当辽宁舰返回的时候,有多艘在太平洋执行任务的核潜艇 也将在辽宁舰的掩护下返回中国大陆的基地 实际上,航空母舰进出岛链,进出某一水域 不光是为了进行演练啊,还有一个主要目的呢 实际是携带核潜艇进入这个相关水域 另外呢,携带在这个相关水域执行完任务的一些核动力潜艇 离开相关水域 美国实际就是这么做的 美国那个康涅迪克号,对不对 之前我说过啊,在南海撞山的那个 它就是美国的这个核动力航空母舰带到南海的 从日本带进南海 有航空母舰保护,相关水面舰艇很难接近的 它很安全 到了这个相关水域以后 它就主要在一个相关的水域和静音状态在那潜伏 需要走的时候,航空母舰过来把它再带走 非常安全 中国这次进出第一岛链啊 可以说解放军的潜艇也随着航空母舰一起进出第一岛链 所以你要从水上现在能看到的航空母舰 你要想到水下还有核潜艇 还有解放军的相关的作战力量 水下作战力量也在进出第一岛链 那大家知道啊 在这个一岛链二岛链之间这个水域呢 是未来解放军啊 阻挡美军介入台海战争一个关键的作战区域 这个区域如果解放军大量的潜艇部队啊 水下力量在这个地区进行埋伏 那美军的航母包括美军未来持缘台湾的一些两栖登陆舰 在这个水域实际受到解放军的巨大威胁 解放军可以将其击沉在这个水域 特别是关岛到台海之间 那北面呢 在这个水域可以阻挡日军水水面舰艇南下持缘台湾 那美军呢 在这个一岛链和二岛链之间啊 也不敢部署大量的航母部队 因为如果航空母舰这个区域的话 也会面临解放军潜艇部队的威胁 所以我把这一次啊 解放军通过公国海峡这个事情跟你讲透 就是解放军在演练 未来携带大量的弹道导弹核潜艇 攻击型核潜艇通过该水域 由航母啊进行护航通过该水域 进入到一岛链二岛链之间进行战备执勤 如果中国宣布武统台湾 你可以想象啊 解放军这个核潜艇可以提前几个月 进入到作战区域 如果进入到作战区域以后 那么武统台湾的时候 这些潜艇在相关的作战区域 对美军航空母舰 还有驰援台湾的这些两栖东路舰 进行攻击 那对美国介入台海 将是一个巨大打击 我把这事给你讲透